主要是先入枢纽表 然后再入枢纽图 然后呢 再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再产生一个sub 叫做例年切到折线图 用call的方式 先扣枢纽表 然后再扣枢纽图 这样的话可以两段 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一样道理啦 今天那个各区 那个什么 各区比例图也是一样道理 也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做 干脆这个地方也叫 枢纽表 但是名称不能一样 因为这个sub名称 前面如果用到 你不能重复 所以干脆 我们把这边改一下 这个也许留下来 这个放下面好了 跟各位这一样 但最后这个是call他好了 这个叫枢纽表 也许叫区好了 也许就 我说 OK 我也许加一个底线区好了 表示 给他区隔一下 OK 好 其他的话呢 大概就是 应该就雷同啦 只是说最后可能就加一个 重新命名 让他可以执行的时候 让他可以 得到最后类似像这样 各区比例图 OK 我run一下 其实就大概这样 把他run一下 执行一下 OK 得到结果 大概就讲这样 好 不过我后来看一下 其实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一行 这一行其实他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历年切到折线图里面的 这一个 这一个 樞纽分析表 来做 所以呢 如果假设啦 你录制的时候这个砍掉的话 应该就不会 有我刚刚录下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录的东西会有那个 樞纽 他如果里面已经 有一个 catch 他会直接拿来用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应该就不会 就是 有我刚刚录下来 这样的结果 就是他会用 有没有 例年切到之间 目前没有啦 所以 如果目前没有的话 你如果run 我发现应该这个地方会出错 所以这个执行的话 这个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就没有这个工作表了 没有这个工作表 那没有工作表里面 也就没有这个 这个table 就是这个樞纽分析表 的catch 所以会发生错误 这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你说那如果老师 如果我这个地方错怎么办 跟各位讲一个方法 有个方法很简单 这个地方 其实 你可以直接拿之前录制的 其实你会发现 之前录制的这个 樞纽表 这个地方 樞纽表 这个地方的程式 其实呢 他也可以拿来 Ctrl C 拿来什么 这个地方 其实跟刚刚那个是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拿 把这一段程式码 这第16页的地方 那直接把它贴到这边盖过去就可以了 贴上这一行 把它盖过去 其实结果应该也是OK的 也就是说啦 如果刚刚会发生那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有 我刚刚有把历年切到折线图 里面做了一个 樞纽分析表 所以他会直接沿用 但是如果没有 哇那就坏掉了 就没办法执行 就有bug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拿那个 前一题的 其实你会发现一样嘛 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Active Workbook 就目前工作部里面呢 我要产生一个 Pivot Catch 就是樞纽分析表的快取 然后我要create它 这个方法 跟他讲一些讯息 他这个地方sourced sourced就是这个 特别是有 资料金探号就是 这个他的工作表名称 叫资料 所以特别是有 你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如果没有改名的话 也会出错 原来名称不叫真 我是有改过啦 上次里面跟各位讲过 然后的这个范围 有没有 范围应该是 到 6的话 C6应该是第6栏 第6应该是 我看 C6 然后到3440 OK 那不过如果这个数字不对的话 你们可能要改 C6到这里 所以理论上区应该到 这应该是 C到应该是 8才对 所以这个可能 这可能要改一下 应该要第8栏才对 然后 列的话 到第几列 这边是3440 然后Ctrl向下看一下 这边是 3569 所以这可能要改一下 3569 3569 因为你会发现啦 它的范围好像显然是 不对的 因为这个可能资料 这个程式是之前录制的 所以之前的数量比较少 OK 那改完之后啦 理论上这个程式就OK了 所以 如果你不想 重新录制 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拿 之前录的 程式 拿来贴一下 改一下 应该就OK 那至于其他的 应该就不需要动它啦 OK 那还有一个 Table name 这个叫枢纽分析2 底下也要叫枢纽分析2 也就如果你这边假设你不是枢纽分析2 你枢纽分析3的话 那底下也要叫枢纽分析3 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 他要的那个 他那个枢纽分析表 的名称 OK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通过没错的话啦 你会把它执行一下 我们来run一下 最后名称叫各区比例图 OK再把它删一下 那这样 确定 所以我刚刚只要做几个动作 1 把上面的名称改 枢纽分析表 底线区 好了 多一个底线区 2 如果 假设你这个地方有错 那我是拿那个 之前录制的句集 直接拿来套用 OK 其实是能不能run 我们来试试看 不确定按F8 add OK然后关键的 这一个地方 F8 有了 过了 那表示应该OK 那底下这个是 他的一些 预设词 然后让他run一下 这个是拖拉到 值 拖拉到区 OK 然后再排序 排序的话是游标放b4 然后把它排序一下 那最后的话更改他的名称 就是工作室名称改一下 各区比例图 这边改一下 所以加这一行 主要是更改什么 更改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各区比例图 好 改完之后的话 那这样第一个OK了 枢纽表 已经有了 那再来就是枢纽图 OK 所以呢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再增加一个叫 枢纽 图底线区 名称也许仿照之前的做法 那一样彩排 录制之前彩 彩排的话 一样 有标放在枢纽分析表这里面 然后枢纽分析 这边枢纽分析图 然后 这边有个圆形图 按确定 那主要几个动作 那你 位置跟大小 一样 不要去移动 也不用去 调整大小 因为 我建议是最后加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录制的话 会非常惨烈 一大堆程式嘛 因为你一移动他就给你写一大堆程式 拉宽他又写一大堆 拉高又写一大堆 最后结果也许可以啦 但是你会发现 本来 只要再加四个参数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用录制的 恐怕要写个十几二十行的程式 我觉得太混乱了 像我的习惯 那我那个 位置跟宽跟高 就是位置跟大小 那我就事后加就好了 自己改 那我只需要先插入这个图 然后我只需要按右键 把这边的新增标签 那用图搜文字好了 OK 然后 顶多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Title Title改一下 Title的话也许点一下 然后改成什么 改成各区比例图 那一样 这个各区比例图这边你也可以点它一下 然后常用里面字把它变成红色的 然后出体字吧 然后把它改成20号字 类似这样 最后把这个图例 因为这个边有 标签了 这个图例等于多余 所以点一下这个图例一下 Undeleted 好 这样子就 录制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再 修改 加上 位置 跟 宽 还有 高 那这一题就OK了 所以 对啦 不过刚刚只是彩排我还没录 我刚应该还没录制 所以 我们就回到这边 OK 所以如果你确定 你已经没问题了 那我们开始录制 录制聚集 然后给它的名称叫 枢纽图好了 底线 这个要区好了 OK 根据这个底线 好 就是 跟前一题 名称 区别一下 OK 那接下来就是 照刚刚的动作做 OK 确定 一 插入 这边 一个数据分析图 然后点这个圆形图 OK 按确定 大小跟位置不管 然后 二的话呢 按右键 把这边新增 一个图书文字 三的话呢 点这边一下 然后把这边改成叫 各区 比例图 然后把这边 记得喔 如果你要调整那个 标题 记得点框框一下 然后在常用里面 点颜色啦 点粗体啦 再点大小 好了 最后把这个 图例 给删除掉 Delete 这样OK了 不过理论上 其实我的 这个另外还有 我们之前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中山区 把它 炸开 有没有 让它看比较大 那我觉得 有点 这样再加那个程式有点复杂 我们暂时先不做好了 先大概做到这里 然后我再去补上它的宽跟 它的高 然后它的位置就OK了 所以 停止录制 好 这样OK 那停止录制之后的话 接下来 一样 再到巨集里面 看到有个叫做 就是 樞纽 樞纽图 底线区 按编辑 它就会跳到 我们的 Module 4里面 OK 它放到Module 4 OK 然后呢 你会看到 注解先删掉 那主要的地方应该是改哪里呢 我好像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主要是这个地方 Add chart 2 OK 那为什么我知道 补在哪里啦 其实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Add chart 2 按F1 它会跳出那个官方的说明档 然后会告诉你说 Add chart 2 这个方法要怎么使用 那其中的话你会发现 它目前只有两个参数 那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 加四个参数吧 分别是它的 Labs 就是水平坐标 Tup是它的垂直坐标 Wheath是它的宽 然后height是它的高 那后面这个什么 Layout 这个一般没在用 所以通常加这四个 那就OK了 它放哪里 然后宽多宽 高多高 指定给它就可以了 那当然 一般你就可以照之前写的啦 甚至你可以把上个礼拜那个程式抠过来没问题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记得Add chart 2这边 把它加一下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好像记得有同学 是用的是Excel的那个2010的版本 如果你是2010的版本 跟各位讲2010 它的方法名称不叫Add chart 2 它叫Add chart Add chart 没有2 所以用法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用的 方法稍微不同 如果你是Excel的2010以前的版本 那可能 这个程式有点不太适合 你就要用你录制的去修改 那改的方式 基本上雷同 主要是在这两个参数后面 加上它的位置 我来试一下 改哪里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先 先加注解 注解 像我们刚刚上面你也可以自己加 我就不特别加了 所以 上面H你可以在1234自己加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 画图的话基本上应该是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 插入图表 一直到这两行应该是 然后底下这个应该是什么 去设定它的这个标签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 加它的那个 什么 它的标题 有没有 Title 的文字 然后它的 颜色啦 出题啦 等等的 然后最后底下应该是 删除那个什么图例 删除图例应该是最后面这 这两个 这两行 有没有 图例的话叫 Legend 点Slate 然后把它Delete 不过好像上个礼拜有出现过错误 这个错误是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关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再选就选不到 所以这 假设啦 出错可能 再把它 再把它删掉 OK 好 那理论上就改 改这个地方 那改的方法 我刚有讲到 你按F1 它有提示 那我们来改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希望它画出来的坐标 是放在D2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我如果要指到这个位置的话很简单 就是 在这两个参数的 右边再增加一个斗点 然后跟他讲 我要放在那个 D2储存格 那一般用那个 RangeD2 习惯上用RangeD2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点Length 就是在D2的左边这条线 然后斗点的话 在D2的上面那条线 所以你就指定 RangeD2 点Length就是它的 左边那条线的位置 然后垂直位置的话就是在 RangeD2的上面那条线 OK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应该可以Run 而且它放位置应该就放这边了 然后再来的话 它的宽度的话我希望是跟RangeD2的宽度一样 但是要乘以10倍 所以RangeD2 点Vis Vis的话就宽度 然后乘上10就10个栏 所以执行的话会有10个栏 有没有看一下 10来到这里 那列高的话我希望到底下 应该20列 高吧 OK 20列会不会 20列看看没关系 20列高的话再加一个参数 再逗点 然后呢 一样就RangeD2 如果这个程式有点长了 OK 点Hight OK H 然后其实可以用选的 你点下去 它有一个清单 然后乘上20 20列高 把它指行一下 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 这个各区比例图 就是会刚刚好放在 我想放的位置上面 刚好就是 D2的位置 这是D2 然后宽刚好到M 这是10 10栏宽 然后列高的话 就10列高 20列高 因为我是从第2列开始放 所以到21列 没问题 所以 假如我希望呢 把这个做出来的话 那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再增加一个所谓的 梳纽图底线 区 OK 区的部分 其他啦 这个注解自己再加一下 OK 至少啦 你反正慢慢 就是录制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的规则 你会慢慢发现 它其实有很多地方是 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你看久了之后啦 或许你会越来越对这个熟悉 熟悉之后啦 其实 甚至有些地方都可以不需要自己 自己重新录制 甚至可以拿前面的那个 程式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试一下 请各位 试着把枢纽图底线区 把它做出来 做完之后呢 最后再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两个怎么结 因为最后我们是希望有个按钮 按下它 有表 然后也有图 所以最后的话当然 你就各区 一个sub 然后各区比例图 因为我需要一个按钮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什么 先call 这一个 再call 这一个 这样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 再加一个sub 然后再加一个call call的话就是呼叫的意思 呼叫这个sub 然后再call 这个枢纽图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二合为一啦 OK 苏纽表 苏纽图 好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个sub 叫 各区比例图 所以我就 我看一下 所以喔 记得先把它删掉 重新run一下 如果这样run OK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成功了 有没有 这边先一个表 再一个图 就完成了 OK 试试看好了